接下来民进党出招除了呢行政院会提起视线之外 另一头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报复手段 可能是这个罢免朝会掀起吗 来关心到这个王定宇日前才跟叶元芝 两个人在立法院狭路相逢互呛了五分钟 好今天又有新的消息 蓝疫行动其实还蛮成功的 比起这个李李大拉的青鸟 其实呢这次算是国民党罕见难得的 真的是团结起来了 但是呢蓝疫行动所做的一份文宣 其实叫做Blue Eagle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好像怪怪的拼出来怎么变 B-L-I-U-E多了中间一个I 所以呢就被王定宇很酸说 Blue变成什么 怎么你啊不溜吗 是不溜是有人知道这意思吗 好跟正翻译应该是不留 他还暗酸说蓝鸟通通不留 真的有这样一个离谱的错误吗 但是事后居然被抓包 这个是不是恶意有去改图啊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原版公布的 人家的这个I我根本不是I 这是一道蓝色的闪电对吧 所以呢就被王定宇反而被很酸 你现在又是在公然的造谣吗 好连人家的这个文宣你都要去改是不是 所以就看到叶元支就说 现在立法院最可怕的病毒就是王定宇 就是私得有问题又爱造谣一直在搞政治斗争 就是问证的诸如造谣的巨人 好我们来听叶元支开马 立法院最可怕的是王定宇病毒 就是私得有问题又爱造谣 就像我们讲这个话 一般稍微有中文程度的人都知道 我们讲的是用警察权保护韩国瑜尽异常 因为韩国瑜受伤了 那可是他就把它扭曲造谣成说 我们叫警察去驱离民众 那驱离 根本警察是没有办法驱离民众 因为警察权就是在院内 民众在院外要到底要怎么驱离 所以王定宇就是刻意的造谣 立法院最可怕的病毒 就是王定宇病毒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 王定宇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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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可怕的造谣病毒 那立法委员问证要本于事实 而不是搞政治斗争 王定宇就是一直在立法院搞政治斗争 网路上造谣 王定宇就是问证的诸如 造谣的巨人 王定宇病毒最可怕 好那我们继续回过头 来讲会不会接下来会有几波罢免潮出现呢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他就放话说 手上有一份名单 包含输赢3%以内的栏尾有7个人 以及三角都选战中显胜的栏尾 家计一共有10个人 现在被民进党评估是有机会被罢免的要小心 而另一头也认为民众党接下来基本盘已经萎缩 越来越不可靠了小草还会回归变青鸟 所以现在如果趁势来提出倒戈 国会全面改选 有信心觉得民进党会变成单独过半 这个口气真的是蛮大的 但是国民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尤其刚才士气大政不是吗 复义案已经被否决了 所以国民党就有人放话说 民进党放马过来 你罢免我一个 我就反过来罢免你两个 谁也被点名呢 民进党立委吴思尧以及吴佩毅 两个人也被拦引点名 把你们列为罢免的名单 不过现在这种罢免 或者是恶意罢免的这种政治手段 可能已经开了第一枪 出现在台东县成功镇 镇长谢淑珍 他是国民党籍的 已经这个罢免案 已经被成立成案成功了 8月3号就要来进行投票 那也被视为可能是 政党恶斗蓝绿恶斗 接下来要提起这个罢免朝 开出的第一枪 那当然这个战将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也被当成剑拔 他同样也是被绿营点名 小心要来罢免你了 而针对国会改革复议案表决 徐巧新是维持一贯的密欢作风 还大呛民进党的洪生汉 你干嘛带着睡袋到议场呢 鬼鬼祟祟案情不单纯 好 今天就听到洪生汉 反呛自己光明正大的 还说最近只是因为腰不好 睡袋是用来靠腰 还说睡袋是无辜的 就看到那个时候四点十分 洪生汉就走进了议场里面 然后就往那个主席台的方向 但是是往部会首长的位置那边移动 然后呢我就指责他 然后跟那个洪梦凯说 我觉得他超可疑的 然后呢他就是 你知道有点作贼心虚 然后他在就是走路的过程 就是一直这样 左顾右盼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直说 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觉得他很可疑 然后那个孟凯人很好 他就说他没有 他觉得他只是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他当时没有拿睡袋 对他说他可能只是 要去找部长讲话 那我想说都散会了 讲什么讲啊 你不会再约他到你办公室 就行机可疑 才车刚开出去 就接到孟凯的电话说 总务处的人发现 所有的委员都离开之后 剩下他一个人在会场 还带着睡袋 所以他 你看哦 他如果像他所说的 他是要拿他抽屉的东西 那我们在 我们在里面的时候 他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 跟我们一起在四点多的时候 在同一个空间 他没有要拿 他为什么要等到 我们所有委员都走了之后 才出现睡袋 我昨天其实就是 带着这个睡袋 然后因为最近 这个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个很紧绷的工房 所以我最近真的腰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戴这个睡袋 然后放在我的自己座位的椅子上 那就是觉得说 这个等下坐在里面的时候 可以靠个腰 那我就拿这个进去啊 然后顺便把这个我在一场座位里抽屉的几个 徽章给拿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鬼鬼祟祟在哪 这是众目睽睽 要怎么鬼鬼祟祟 我真的觉得说 今天国民党是不是真的是 对于这个复议案的表决 太没有信心 太没有把握 所以才这么心虚 所以可能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脑中真的很容易出现幻觉 然后被这样一个普通的睡袋 这真的是一个普通的睡袋 我要拿来靠腰的睡袋 就把他们吓成这样 国会改革的复议案正式遭到了蓝白联手否决 而场外在青岛东路停改革的蓝音也响起了欢呼声 不过今天外头艳阳高照还下雨 支持者受访就表示他们不怕苦也不怕热力挺国会改革 但是最新也传出了似乎蓝音行动是一度开天窗 因为国民党团总照傅昆奇保证活动规划全程负责 结果发现主持人还有瓶装水这些物资居然都没有找齐 是党中央和台北市党部主委紧急救火才安全下庄的 不过对此傅昆奇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异口同声搏斥是在见缝插针 国会改革复议案正式遭蓝白联手否决 青岛东路上欢声雷动 因为民众被烈日靠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让这阳光照进国会 国民党在复议案表决当天号召蓝音上街对决青鸟 现场也有不少年轻人挺身而书支持国会改革 就是要让民进党知道青鸟并不等于全部民意 更不会让期盼改革的声音被抹灭 蓝音行动成功号召人民上街 也让国民党在绿营煽动霸篮尾的风波后 暂时松一口气 主持人台北市议员刘采薇也秀出一整排的绿委清单 要用你的魔法对付你 他敢打我们一个我们就打他两个好不好 大家连鼠下去展现我们的力量 青岛蓝音成功翱翔 但幕后传出活动规划差点开天窗 国民党总招傅昆奇拍胸脯保证规划让他来 却没有安排主持人 连瓶装水小国旗等物资也没事先备齐 好在文传会组发会跟台北市党部紧急救火 才让活动圆满 今天我要特别谢谢朱立伦朱主席所带率领的中央党部 跟我们立法院党团 我们完全合作无间 我们不怕任何的见风插针 这个是完全是又要见风插针制造问题 从头到尾国民党中央跟立法院党团是全力的来推动 复议案成功否决 但行政院长卓龙泰早就放话 下一步准备视线 接下来还有裁划法废死等议题 朝雨战火没有熄灭的一天 记者许志明 郭夕阳 蔡平洋 台北三好报道 快点够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 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